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二豪 那麼終於影片就是來用這次的金木炎 那金木炎的話我抽不到四隻 那我們這邊就是二金木炎二暗刀去做試用 那我試了蠻多把 那也嘗試了用休塔爾克的隊伍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表現如何 好 那金木炎呢 他這次在花六算是補了一個蠻強的四陣角 欸 基本上也是最四陣等級的角色 已經算最四陣了吧 我覺得 我覺得雖說拳頭輸暗刀 但是他的生存面大勝暗刀 所以個人傾向說 欸 這個如果你要優化的話 我是蠻推薦的 因為我自己之前四暗刀 可能會死在這個毒隕石 或是卡星的問題 那基本上我改了二金木 後 他的血量瓦壓力 基本上解決了非常非常多喔 欸 就很穩定 穩定非常非常多 所以個人傾向說如果能力我是覺得 如果想優化的話我是蠻推薦的 那如果你本身沒有暗刀的話 那金木炎你要打花六 那金木炎我是很推薦你去抽喔 欸 蠻推薦的 金木的話呢 這邊啦 他的友情呢 是標槍光弄彈爆炸 那這個標槍光弄彈爆炸呢 就是可以再請這個殭屍去耗血量 然後春雨 欸 春雨 春雨的話就 如果你想靠 友情 然後不靠機制去殺的話 你那個要四隻加頂配 所以個人傾向說 正常來講呢 你如果抽不到事情 就是乖乖用植頭殺 欸 就乖乖用植頭殺 欸 就乖乖用植頭殺 會比較實在一點啦 那個 用友情設置就是真的是給那個 友情人玩的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前面的話 就其實差不多 我覺得B1 B2 B3 認真說都差不多 因為這關 減速率 速度越慢Lv3攻擊越高 那個倍率給的蠻高的 所以 真的沒什麼差 那唯一有差的話 可能是說B3的這個 春雨啊 春雨的話 他的 即死是白爆炸 那 如果你沒有任何的耐性 或加防的話 就是四萬四 那金木炎你吃到加防加 他本身的無奈 他就可以弄到24750 所以基本上等於什麼 你只要帶到三隻的金木炎 你有配果的話 你三隻金木炎加另外一隻可能 暗刀或是其他角色的話 或Shota 其實都能夠去硬刺一次白爆炸的 就增加這個 容錯率 那兩隻的話就很極限啦 就很極限 基本上三隻的話 你就可以去躲掉這個 即死白爆炸一次 那如果你血量回回來 你就可以一直躲一直躲一直躲 那其實Shota可以有無奈的拿 所以 他那個檔會 其實他打到會比金木炎還要再 傷害還要再少一點 那你看到這個傷害的話 其實也很高喔 這關倍率 這關的輸出一直以來 我個人覺得都是偏高的 所以真的就是少一個 生存相的角色 那我們這邊來到王關 那王關的話 一樣就是一步一步來嘛 這邊就看你的位子 去決定你要先去殺哪一隻春雨 那SS部分的話呢 還蠻強的 他的SS算不錯的SS 自強化是1.85 最近的自強化基本上很少能看到2 那看到1.8就 我覺得算不錯了 然後 割合攻擊是 25% 那一樣有這個小怪減半 不過打王嘛 主要反正他都必追一號位 所以基本上已經打王 那追這個25% 加一個7.2倍的直歐追擊 那在 花6的話 就變成說 如果你 速度沒有控好 或者因為他可能 那個自強化的速度太快 你減速還是 沒辦法達到最高倍率化 其實他最後停下來那一下 也是能夠去保一個 下限傷害的 那基本上 25%加一個 這個直歐追擊 也有個30%左右 基本上30%差不多 那我們這邊嘗試開給大家看 好 那這邊開籌了 不過沒關係 你看這邊這個 割合追擊 動 他就割了 欸 割一個25%給你 然後Lv.3那個直歐倍率 也有稍微能補一點傷害 那這邊狠一點的話呢 你甚至可以帶暗刀 然後在這個狀況開牛 去做一個抑傷 那假如說你本身有配 降命果啊 然後 SPA道具啊 然後再加金木炎進場 有SS的話 你只要那個血量 基本上你壓在41% 就是我沒有算道具 就是41%的話 基本上就斬殺先 你進場就直接開金木炎 就可以把他帶走了 也是可以做到像這種操作 這比較狠一點啦 不過你基本上 帶金木炎後 你要牛要觸發是蠻難的 所以你就可以改帶帕克啊 甚至說你要再更穩 就帶水腰 不過帕克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你基本上帶金木炎後 你牛要成功發動 基本上要在B1吃很多傷害 那我覺得我打下去後 你會發現我的血量其實 一直都還蠻健康的 這個毒跟這個回血液 一加一減基本上 抵了不少啊 好那我們金木的位置 這邊就是去清這個春雨 這罐的傷害一直都很夠 所以他變成 基本上他設定層就是 你只要 因為小怪蠻多的嘛 然後 小怪清完後 剩下打完空間 你只要戳到 2到3次基本上 就可以把王收掉了 如果頂配的話 2到3次就可以把王收掉了 好那我們這邊把小怪處理掉 差一點點 好沒關係 我們還剩4回合 好這邊也不用擔心 我們等一下有割合 好這邊把春雨殺掉 OK 好那這邊的話位置很好喔 那我就看弱點在哪裡 那我就決定開哪 好這邊位置很好 那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金木炎 這個 開誰之後 然後運氣很好 的傷害 直接帶走 看這邊戳 然後最後再用個割合攻擊 直接帶走 再來第二隊是修塔爾克的隊伍喔 那上個月意外被發現的一個一拳偏方 主要是花六這關啊 他沒有屬性倍率提升 修塔爾克剛好傳減加一拳 然後減速幣還放在技能後 所以就變成說他要去做一道一拳是蠻輕鬆的 那之前不帶暗刀是因為暗刀沒辦法供過 那普羅基恩因為剛好亞人力量型貫通 就很好供 那現在金木炎的出現後 一樣也是亞人 所以修塔爾克就受益到了 就比以前再好運一些啊 那之前是怕屬性篩卷喔 因為屬性篩卷打下去 如果你沒有吃減傷的話 修塔爾克是八萬 那你吃減傷六萬 那你再配上金木炎這次的加攻加防 那就四萬五 四萬五配上金木炎的回復能力其實是回的回來的 回的回來的 所以就更好的運運去了 基本上我覺得 三金木一修塔基本上已經算 最好打了 就最好打了 就你把修塔運進去你就完事了 就直接運進去就很簡單 好那我們來到B3 那B3的部分 這邊就正常打 這關的倍率真的給的 那個Lv3倍率給的很高 好這邊直接戳掉 那B3的話呢你就正常打 但如果你一直失誤一直失誤 其實這隊也蠻扛的啦 因為剛剛講的 前面的那隊就是暗刀 金木炎那隊嘛 即死百爆炸 那我們這邊金木炎無奈 那修塔克也是無奈A 所以你是可以硬吃一次 硬吃一次絕對沒問題的 絕對沒問題的 甚至說你愛心如果出得夠即時 你是扛到兩次都沒啥問題 不過話這樣講 你還是要正常打 就很扛啦 就正常打就好了 那修塔克的果實一樣 就是樹壁 然後減傷一定要 再來的話我會傾向再補個加命吧 我這邊血量拉到136000其實就很夠用了 到王關這個血量很難 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個很健康的狀態 真的是補得很快喔 沒有想到過了不到 應該算接近一個月啦 一個月就補了一個 讓花六一拳更方便的角色 不過金木本身單幹也沒有太大問題 單幹也很強 這關的傷害其實一直都是 我覺得是算溢出來的吧 主要是可能這關小怪清理 比較麻煩 你可能打完一隻我 然後又遺言要再清一組 所以打王的時間剩不夠 就會剩很少 如果沒清好的話 所以 王的血量跟倍率啊 就變成說你正常打 大概打個兩次 三次 其實就可以把王戳掉了 所以真的都是 之前死都是死在這種 生存 生存面的問題 好這邊 長打 OK 好這邊直接把他帶走 把他帶走後呢 我們進王關啊 就正常就好了 就正常處理就可以 所以 好B1後呢 我們這邊一樣就乖乖 把春雨殺掉 就好 好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清到上面一直 哈哈哈哈 原本是想清下面就清到上面 不過都OK 都OK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盡量讓休塔爾克在一個好位子 那什麼是好位子呢 就是讓他採兩個能量容器後 然後能夠直接減速下來的位子 那如果盾牌沒敲爆的話 你還有余余可以把盾牌敲爆一下 降低這個休塔爾克描錯人的問題 好這邊普羅基恩失誤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扛的回來 我們吸的回來 那我這邊守護獸帶水搖 台版的話 就是基本上帶回復類 那日本人可以帶喬巴 就是增加你這個生存空間 讓你好一拳 好那現在就是快樂的等秒亡時間 那如果你休塔爾克可能配置不夠高的狀態下 可能你沒有文章的話 你就可以用金木炎去稍微的 去耗一點血量 增加你 增加你一拳成功的機會 好那金木炎開一次就好 真的開一次就好 就是不要再開第二次 開第二次你可能就要快快打王三 光該就打王了 所以我們就開一次就好 去稍微耗一點血量 欸 真理來說 金木炎算是花六最是真的角色喔 基本上 蠻意外補這麼快的 那你要優化的話 我還蠻推薦的喔 如果你有複數按到的話 如果你想優化 我也是蠻推薦的 因為真的 穩定變穩很多 變穩很多 每個月都要用的東西 好 那我們最後就用修塔爾克去做一個結束吧 好 以上呢 就是金木炎的花六試用拿包的想法 跟大家講還有測試一些隊伍 謝謝大家 掰掰